卫楚偏乡的金山高中坚持让孩子多元学习 创立了管乐社 而孩子们一向不像资源贫乏来低头 参加音乐比赛与你拿下家机 看着学生们的努力 师长不仅给予孩子们满满的鼓励 也期望未来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都能够记住这一刻学习乐器坚持的心 努力不畏艰难的走下去 金山高中卫楚偏乡地区资源部署 往往仰赖师长梅河与孩子们自主积极才能克服 其中管乐队的孩子更是不像偏向资源贫乏低头 参加音乐比赛屡屡拿下家机 而学生们的努力师长与指挥的老师都看在眼里 作为后盾要给予孩子们满满的鼓励 从接触乐器开始到跟着看着学长姐 认真准备比赛的过程 进而带领着学弟妹 而期许自己能够成为更棒的学长姐 他们才慢慢摸索出其中的乐趣 那每天辛苦的高中课业的学习之后 他其实借由乐器的吹奏 抒发了他一天的课业压力 他的身心灵都在乐器跟音乐当中获得了舒展 我想我来到金山高中管乐班 最大的感觉就是我的学生都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起点 那特别是金山高中位在偏远的北海岸 我们的学生来自的家庭比较属于单亲或者弱势 甚至隔代教养的学生 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上已经属于那种比较弱势了 所以在品格教育还有专业训练上来讲 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容易被遗忘的 他们的存在感也比较低 所以我们在对于很多尝试要用音乐的方式 让他重新建立起他在一个团队中的 一个自己的肯定的价值 并且透过音乐学习提升他们在品格方面 还有对于艺术的欣赏 从一开始拿着饮料空瓶练习到真实的碰到乐器 最后是一天没有碰到乐器就觉得不自在 学生们透过音乐的学习 学会自己分布的乐器 进而与其他各个分布团队合作 养成自我对音乐的兴趣 也吹奏出自我的价值 我从国小开始 国小四年级然后到现在高中 树底 就是负责旋律的部分 大部分 因为那时候觉得案件很多很酷 然后想说试试看 但是没想到就是蛮重要的一部分 那其实乐团大家每个都很重要 幸亏我们同学其实每个人都很好 都很配合我 然后他们也很愿意跟我一起合作 然后做好每一件事情 所以最近各小的新年纪念 我们突破了我们自己的历年成绩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虽然我们没有拿到代表权 但是我们突破自己的成绩 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觉得学长姐很厉害 然后明年换成我们就是一定要 跟他们一样那么强 对 那怎么会想要自己的团团呢 因为从国小开始加入直立团 然后就开始学 然后想说如果高中就放弃的话 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团列时间 学生们跟着指挥老师指挥 全神贯注地吹奏出动人的乐声 金山高中坚持让孩子们学习多元智能 透过音乐舒展课业压力 另外也不再专才教育 而是要让学生通才学习 期待学生未来不论面临什么样子的事物 都能够记住这一刻学习乐器坚持的心 努力不畏艰难地走下去 记者大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